目前有一艘A列高速前进 目前往北京岛前进 请柜台前往放堵 公布巡防区与CP艇的通联录音档 坚持没有藏匿影片 澄清没有搜证影片也不影响事实 针对外界疑点逐一说明关键在这里 他在跑的过程中 他为了逃避我们的登记 他为了说是书来为 或者一个动作 会导致他的船尾往左横移 撞伤我们巡防艇的右前方 离兴力造成陆籍快艇失去重心 而反复当下有立马搜救 其中一位是表示说 当时他们开的船有加速 那后来两船有发生碰撞 那另外一位是说 当时这个他们的船开得非常快 那他没有感觉到船有被推撞的感觉 检方再度回应外界疑虑 询问全程录音存证 然而渔民反路却又改口 证据是不是只有这个影片 所以现在检察官他 他们根据这两位生还者的调查笔录 以及证捂等等这些东西 都在做进一步的核对调查当中 而目前跟家属协调还没达成共识 一起露传翻覆事件酿成两死悲剧 不只让两岸情势紧张 也意外揭露问题点 海巡方面表示 后续全部都会配置密录器 万一再度发生状况时 让画面说明一切 TVBS新闻王玉婷的上方金门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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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